曾经的台长您好 我想问一下 问一个小孩子 男孩子 2013年属蛇的 我想问一下 他身上是不是有灵性 大灵性啊 哎呀 他是六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病 到现在为止还不会做 不会抬头 脑子出问题的听得懂吗 对对对 他还会经常的抽筋 我告诉你抽一次筋 就拉下去一次 对他以前就是 我告诉你抽一次筋 就消掉他 阳寿将近两个星期半个月 所以经常抽筋的人 除了缺盖 如果是灵性的话 你帮他算好了 他一天一天的在折寿 听得懂吗 为什么知道吗 你们两个人 自己的业障影响到孩子 你们两个人老实坦白吧 你打掉的孩子 经常在他身上 我没有打过 我这个是第一摊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为了不生孩子 吃过什么药没有 嗯 吃过不了 以前有吃过 嗯 那么这个就是 很正常了 因为吃药是最杀生的 因为当胚胎形成之后 药在里面 再把这个胚胎打死 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 听得懂了吗 我听得懂 那我现在是念小黄子 我是喜悦一千章 然后换生一万条 我现在还需要加进去吗 你跟我记住了 他好了之后 这个灵性 不会放过你的 接下来就你生癌症了 我讲话很厉害的 这个孩子好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你现在必须把这个孩子 在他身上 这个灵性 马上就超度掉 否则他接下来 就算你把它念掉了 这个灵性没走掉 接下来就是你了 你听得懂吗 我讲一点你就知道了 你的肾脏很不好 你的血液系统有问题 听得懂吗 他会弄你的血液 你以后走是血液病走 你听得懂吗 那我现在应该 应该吃全素 每天念经 帮孩子好好地念 直接在孩子 这个灵性没走掉之前 完全把它削掉 他走了 就不会再到你身上来了 那我现在的小房子 应该再掉多少进去 你现在好好念吧 你现在孩子 至少一千八百张 好可以 那换生呢 三万条鱼 好 还要许愿 绝对不能吃活的 要戒杀生 鲁金能吃否 能吃 能吃啊 什么少林寺的嘛 赶快吃全素 明白了吗 你老公吃不吃了 我会吃 但是他尽量地吃 尽量地吃 我现在同意你老公 不吃全素 但是要输一十五吃素 而且必须做到一点 就是不能杀生 可以 如果他杀生的话 孩子很快就会走掉 可以 我告诉你 我可以救他 我可以叫他很快就好起来 我告诉你 三个月之内 但是他你老公要是吃活杀的 他很快就会被拉走 大概只有一个礼拜 发烧超过之后 死了 那他现在 他像这个小孩子 以后可以恢复健康 可以上学吗 你说呢 谢谢台长 谢谢观世音菩萨 他这种问题就是问 医生啊 我吃了这个药会好吗 你不吃药会好吗 你吃了药也不一定好 但是你必须吃药 你必须念经 才有可能会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不在我这里治 你到哪里能治啊 哪个医生敢说三个月啊 不是我说的 菩萨说的呀 谢谢台长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 关注你老公啊